农历七月吉祥月慈祭马来西亚新山静思堂 以及八珠八霞联络处 分别举办了祈福会宣导不烧纸钱 也透过经验分享节约生活各自在 200多位慈祭志工齐聚在新山静思堂 前程何时祈求天下无灾 农历七月不烧纸钱已经是大家的默契 我们就拿这笔钱来帮助更需要的人 是一个更直接的一个做法可以帮助人 爱护地球更要从自身做起 谷佩然就和大家分享 例行简约生活后心更自在 农历七月是吉祥月也是孝清月 陈国平在台上回想起父亲往生时 母亲的坚强自己的脆弱 八珠八霞联络处人文学校学生还有社区民众 也一同来参与祈福会活动 静思书轩也借机会和大家分享 香鸡饭和静思产品背后的小故事 上人他们就为了要招呼大家 然后创造的这个香鸡饭就对大家很有帮助 而且它的毅力我很是感动 洗了也不会皮肤也不会干干的 会有点滑滑这样子 利益众生爱护大地时时刻刻都是吉祥 大家新闻知识美职工马来西亚最后报道